近日,在缅北孟密镇的一个村落里,集结了大约三百多人前往德昂军注定,要求德昂军撤离孟密,德昂军的脾气是出了名的,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,莫非背后是缅军在怂恿,剑网是未了之来,这里是爱观历史,欢迎订阅,目前在孟密镇还是属于于缅军的交战区,德昂军在占领这个地盘后,时不时被缅军的战机或无人机轰炸一下, 在6月9日时,缅军的无人机空袭德昂军在孟密的驻地造成多人伤亡,令人疑惑的是,德昂军虽然表示强烈的抗议,但却未展开任何的报复行动,莫非是在憋着大招,而当地的居民就忍不了了,孟密作为缅族的集中区域,日子过得好好的,德昂军一来就开始不消停了,这必须得把德昂军给赶出去,于是才有了村民集团抵抗德昂军的行为, 德昂军看见这架势,也是压住了自己的脾气,好言相劝地阻止村民的行为,毕竟还有这么多人拿手机拍自己,这要是换在别的地方,早就全部扣起来冲军了。 这批村民也是欺软怕硬,看着就几个德昂军来制作,大家喊着口号更有劲了。 直至德昂军的援军到来,村民的声音有默契式的变小了,毕竟谁有武器谁才是真理啊,似乎忘记了本来是想让德昂军滚出梦密的,结果却哑口无声了,脸色显得格外的难看。 这批村民舒服的日子指定过多了,在慕解周边的村民,可是领教过德昂军的权威,一不听话直接全部关起来,当然也有人怀疑,大概是受了免军的怂恿,这帮村民才有勇气去找德昂军,毕竟缅北民风还是淳朴呀,但不管其如何,结果还是在意料之中就是论民帝武装的重要性。 只有武装了起来,才有资格去一较高下,对此,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敏昂来在和三兄弟联盟达成停火协议后,就把矛头指向了团结政府,敏昂来知道团结政府才是他的心腹大患,而三兄弟联盟只是要割据一方,并不是要彻底推翻他军政府,敏昂来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反对派,还发布了讨贼诏书,表达军政府的决心,敏昂来为了实现目的,连用了三招。 他先是和三兄弟联盟停火,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团结政府的人民保卫军,二是延长紧急状态。 显然,要为自己争取时间,三是敏昂来主动派人向东盟修好,以求取得外部的支持,只是敏昂来的三招有没有作用,就要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如何了。 近日,团结政府发布联合声明,应对军政府的讨贼诏书,团结政府宣称缅甸的革命有分为三步,也就是革命时期,过渡时期,联邦时期,所谓革命时期,就是指现在推翻军政府的过程,过渡时期就是确立各武装控制的地盘。 联邦时期,就是各武装成立联邦政府,从团结政府发布的声明来看,他们对未来各武装带的地盘没有明确界定,看来是要各武装去自己争取,团结政府发布的联合声明里面,却只有三个地方武装,他们是亲邦民族阵线,克伦民族进步党,克伦尼民族联盟,分别对应三支地方武装,两万多人的侵保卫军,三万多人的克伦民族解放军,近两万人的克伦尼联军, 这三支军队算是团结政府的主要部队,再加上其他各地的人民保卫军,估计已经有八、九万人的规模。 现在亲保卫军已经基本控制免西的亲邦,克伦民族解放军在免东的克伦邦攻城掠地,一直在庙瓦底和电渣保护伞苏其都免军交战,克伦尼联军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克业邦,克业邦的首府累固基本被克伦尼联军占领,但是比起免军来说,团结政府显然力量还有些不足,团结政府能否争取到更多的民地武加入是未来成败的关键, 而且彭德人近来一直致力于稳定内部,控制好新战地盘,再说同盟军连续征战,现在又和免军达成停火协议,也要休整一段时间。 估计过年前后,彭德人不会有太大的动作,对团结政府的声明,彭德人暂时没有表态,毕竟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冲突,但还是有些不同,另外几支重要的民地武,如瓦邦联合军,克钦独立军,蒙拉军也没有参与联合声明,三兄弟联盟里的若开军, 德昂郡自然同盟军一样,没有表态,估计这几支军队还在观望,未来如何,只能拭目以待了,联合国特使痛批军政府,缅昂来装模作样,瓦邦成靶子。 最近联合国特使公开痛批缅昂来的军政府,还把缅甸军政府说成是恐怖分子。 特使认为缅昂来缅军动不动就轰炸街道,村庄造成了很多平民伤亡,流离失所,特使指责缅昂来为了掌控权力,连续推逝选举, 打压反对势力,不择手段,联合国特使的表态,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。 缅昂来倒行逆施,显然已经到了人神共分的地步,受到大众的唾弃,联合国特使的态度。 也说明了缅昂来军政府在国际上的孤立,几乎没有支持军政府的国家,只有大俄为了赚一些卖武器的钱,以及破除老美的制裁,才和军政府走得比较近,大俄现在自顾不暇。 估计也给不了多少支持,缅昂来内外交困下,还能支撑多久,实在很难预料。 缅昂来再次延长紧急状态,推迟选举,不肯交出权力,他自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,已经连续五次延长紧急状态,他以此为借口,把持权力两年多。 估计缅昂来也知道,如果他下台了,肯定没有好果子吃,因此他一再延期,目的就是不进行选举。 自然就不用交出权力,可缅昂来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,只会搞电诈这些罪恶勾当,自然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。 缅昂来迫于压力,装模作样地表示等军方控制局面后,就会举行选举,然后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,缅昂来假惺惺地表态,估计现在已经骗不到任何人。 他就像舞台上独自表演的跳梁小丑,只是在自嗨而已,缅昂来在移交百索成等电诈头目后,就立马强行为自己洗白。 他为了摆脱电诈保护伞的恶名,把矛头转向了本身就不干净的一些地方武装。 缅昂来声称,缅甸军政府对一些地方政府无法进行有效控制,以致这些地方政府对电诈团伙给予保护,这些地方政府公然包庇已经被通缉的电诈头目。 缅甸军政府的警察却进不了这些地方去打击电诈分子,缅昂来指的不是其他地方,就是瓦邦联合政府,瓦邦本身不干净,也有不少人搞电诈。 瓦邦老大的侄子和女婿都是电诈头目,瓦邦老大自然也不会非常干净,瓦邦老大没有把侄子和女婿交出来,无疑给缅昂来攻击的口实,缅昂来刚好用这个来转移大众的视线。 瓦邦老大也很难辩解,毕竟他们确实不干净,当然缅昂来和瓦邦老大是五十不孝百步,都是一类人,谁也不比谁干净,他们以后何去何从,只能拭目以待。 据说果敢四大家族之一,通缉犯,号称女魔头的卫荣,在缅东廖瓦底现身,之前有传言说他已经被抓捕,看来他应该逃过了一劫,卫荣毕竟是一个有钱,又有几分姿色的女人,他利用女人的特长,逃脱缅甸有关部门的抓捕,也可以理解,要抓到这样一个做事没有底线,又没有原则的狠毒女人,确实不会那样容易。 白索成等人虽然被抓,据说卫荣依然不知悔改,声称要把电诈这个罪恶的勾当在妙瓦底继续搞下去,他和妙瓦底的保护伞,地方军头苏其都本就是一丘之河,狼狈为奸,两人勾搭在一起干的自然是龌龊,罪恶的勾当。 只是白索成等人已经覆灭,魏荣还能蹦跌几天呢?妙瓦底军头苏其都最近宣布从免军脱离,显然是看到敏昂来没有能力保护他,就准备单干,敏昂来做事果敢电诈四大家族覆灭,却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去包庇,估计苏其都看到敏昂来的无能。 就自立门户,可是他这区区七千乌合之众,还能包庇电诈分子多久呢?苏其都和白索成等人一样,也是一个叛变分子,他也有自己的仇家,这个仇家就是克伦民族解放军,克伦民族解放军也以打击电诈的名义,正在向苏其都发动进攻,苏其都现在没了免军这个靠山,他又能支撑多久呢?相信克伦民族解放军会和国敢同盟军一样。 最终打垮苏其都,捣毁妙瓦底电诈园区,毕竟得到多助,世道寡助,缅军说不定为了表示自己和电诈分子没有关系,也会向苏其都发动进攻呢?在缅军和克伦军的攻击下,苏其都的七千楼落能抵挡得住吗?缅甸军政府交出白索成等电诈头目之后,瓦邦得知消息,立即发出逮捕令,瓦邦要逮捕的人是报岩板和春田,这两人在去年十月就成了电诈通缉犯,瓦邦当时看到报岩板, 何春苗的通缉令后,只是将两人免职,没有直接抓捕并移交,这两人一个是报友祥的旨,一个是报友祥的女婿,报友祥也许是因为亲戚关系,下不了手,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,这两人搞电诈的罪恶勾当和报友祥也有关系,报友祥怕拔出萝卜带出泥,就让这两人逍遥法外,现在敏昂来迫于压力,认怂服软,把白索成等人乖乖交出,估计报友祥受到了很大刺激,只能把报岩板, 何春苗带不起来,至于他何时移交这两人,那就拭目以待了。